因為其實上很多東西你還是要工作的時間拍攝等待 那你會覺得好是因為他比較專注在環境這一塊 還有你當你每次電視器打開就開始在那邊 有點蕭微有沒有的時候你就會突然覺得這東西是你行的 或者是甚麼事 所以你就覺得好特別 那我只能跟你講是說當你在講不定是鋪某個節目特別好的時候 其實整個人 相對的 相對是整個媒體圈在墮落這樣子的 不是台灣喔 全球啊 是全球 其實我跟你講 我們這樣講比較 比較不好 其實 以前我在念傳播學的時候 統治有幾種統治的形式 最笨的就是幾種統治 封鎖路一大堆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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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一大堆東西 就像我這樣 虛肥 你看 乍看之下你甚麼都知道 甚麼都可以吃 可是你每 你吃心的全部都是每一大堆 你懂我意思嗎 你懂我意思嗎 我給你看不管看新聞看節目 可以啊 可以給你看那種瞎 看完人生反而完全忘掉 然後前面你剛才講那些不公不義的 看完這節目你就 人生就這樣 全部忘掉 所以 有人在講 中學院哲學 資本主義最高的統治階段 就是 在文化上面 那誰講的就是讓你麻痹 我讓你不能看 我去管治理 你還真的想要看 就像小時候 爸爸媽媽一叫你甚麼書不能看 你就偏偏一起來看文書 吼或甚麼東西 越管你就越想到就越好吃 那我甚麼看起來都給你 可是當給你的時候根本 你懂嗎 你根本不知道你十件連九件都是沒有用 我沒有一樣的東西 現在電視也一樣 我陪你 下次你像 有時候我會想往外跑 你不往外跑你在家裡去轉 我給你保證 我不知道 有些節目真的 我跟你講連我看都看得好好笑 可是當你看了三小時之後 突然覺得 你怎麼這個 這個 這個 這種座談的其實跟 其實也一樣 然後找幾個時候 那我講 甚麼 不管是通告預言或等等 就開始 我整個規則 可是規則就很好笑 是不是 包括現在你現在看到網上 很多東西 包括那些甚麼 常常有人會寄來給你 甚麼 報效的 甚麼有趣的 很好笑 可是笑完 因為 對於有性而言 他希望 我們這樣講 最高跟的投資就是 不要這麼思考 我未給你甚麼 就覺得OK 然後 然後 給你很多很歡笑的東西 很刺激的東西 然後你就覺得 哇 這個國家很信 然後明天乖乖去工作 然後到月底 再把你三分之二選手 才去繳 然後三分之二選手 去做 然後用窮的鑰匙 然後窮的鑰匙 再給你乾淨 蓋一蓋麻痹一下 明天再去工作 這是最高跟的投資 是不是 所以媒體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有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就是歡迎說 或者你自己 你 大家這個課來 是有一個 什麼樣的想像 就是說想要寫什麼 或者什麼 不好意思 你剛講那個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讓別人 不要一直都 其他同學來講一下 就你們自己 來那個 那個 那個 瑞翔這個課 你們自己有 有什麼樣的 期待或什麼 你自己 你 其實我 我不太知道 我是跟他在一起 很長的 我跟大家承認過 不過我覺得就是 當然我們每個人 大概都會寫些東西 那種寫些東西 當然有時候 就像我們自己 生物的記錄等等 我們各自的目的 可是我們應該有 抱持一個理想 是我們希望我們寫的東西 是可以生造的 爭議 或是我們想把一些看法 讓很多人知道 像您結線的一樣 對這個社會 做一些改變 那我覺得 文章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網路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對 那所以 當然 跟泰然來是借款 就是說 可以一起來 來參與這樣的課程 我覺得蠻特別的經驗 有啊 那個 最近有一篇 寫那個 當我們就這樣 失去花蓮 然後我們上次去找 他在寫新聞 他不在寫什麼 他在寫他人生經歷 或者他寫他朋友的故事 可是你給他流傳了 多話 然後照著你講 你知道嗎 每天新聞上去寫 移花工的那個土地 炒出貨門來 寫爛那些 幾十年每個人都在寫 可是為什麼大家 他對這一條有情緒 不是說對這一條有情緒 為什麼不在文章有情緒 個人的觀念 跟那種情緒有感覺 其實大家注意看 有時候 網路媒體有一個很 很趣味的特性叫做 揭露 我們剛剛在講記者的時候 其實記者在寫新聞的時候 專業的意義上就是 你要flow情緒 是085 可是你注意看網路媒體 你自己看 你去把別人的新聞拿來 貼上去的時候 我想大概點閱你就來了 可是當你上面開始有你自己的情緒 這還像人嗎 噹噹噹噹噹 然後 單字一個字 插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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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而是說其實 現代的人 距離很近 可是心靈很遙遠 然後你跟媒體有不同 其實是 我講句話 他就要面對一片 旺之彌高的三百 然後他寫出那些新聞 對你每天都在看 哪裡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那是沒有人的感覺 當你在網路上你找到另外一個人 你發現他跟你有同樣的心思 同樣的感受 而且他是用人的身分去發出相同的情緒的時候 其實那個複動很強 那個複動很強 你知道意思嗎 今天不管是陌生的朋友 或者陌生的人 或者是朋友 其實就像我剛才講的 透過那個文字上 你不是去發現一件事實 而是你去發現的另外一個跟你相似的心理 那個東西你知道嗎 那種的複動是很強的 所以你在寫什麼 你要寫什麼 不是像我們都寫那個就是 5HEW然後 哇專論 沒有啊 你的感覺 就是你的感覺 雖然不見得很成熟 你不見得像一個記者可以 哇北東西南全部跑透 然後寫出一篇那種 縱觀世代的文章 沒有啊 你就是在一個小地方 然後看著一個阿婆 怎麼失去她家的錢 怎麼離開她的故鄉 你去寫的那篇東西出來說 我跟你講 其實還寫不出來 你知道嗎 因為就像我剛才又回到我前面講 除非我這邊真的就住下來 然後每天看著阿婆 你才可以體會說她失去那個家 有多痛 否則你跟她不認識 否則你跟她不認識 阿婆 阿婆 你現在怎麼 對阿 她為什麼跟你講她這樣痛 可是一痛的是 當你每天你就看著她 在倒數她家要搬家 或者要被拆掉那個時候 你知道那種的文字 所以就知道 那個才是我追求的 至少以我而言 我覺得那個才真的是 可以動人 然後我甚至講 可以喘死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我意思是說 不要 我還是回去 一開始講 不要 在這時代不要煩人 大家都在丟開自己的身份 說你來自己把自己綁在記者上面 沒有 真的沒有必要 不必了啦 除了說你就是好像 像非得要靠這個去做一份工作或賺錢 否則你就把她自己自在一點 去寫出 你看到的 抽召的事情 那不是 那天是記者所做的事情 你就是一個記錄者 你就是一個觀察者 你就是一個轉眼者 那很好 我就覺得這樣就很棒了 那為什麼人家要幫死自己 別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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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